什么叫得了便宜还买官 这就是 你把人揍得那么惨 你就不要再装可怜了吧 我就不信他真能伤到你 我被他爪子拍到了 虽然我没跟你说 但我胳膊其实很疼 真的受伤了 那你快回文家院休息吧 今晚不用过来了 我这睡姿不好 等会不小心碰到你这条受伤的胳膊 那就不得了了 怎么能这样呢 没事 我睡姿好 我保证不会让你压着我胳膊 我觉得为了我的胳膊好 今晚还是让汤圆跟着母亲睡比较好 那小子睡觉向来不老实 他肯定压我胳膊 你走不走啊 母亲这会儿正等着你去安慰呢 你要是再磨操 那我自己去了 走走走 这就走 我顺便帮你把他也扛走 不能让他打扰你休息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不待见你吗 因为你不止一次让我看见你抱着你主人的尸体 这画面让我很反胃 很厌恶 欺负了主人那么多年 现在还说主人反胃 厌恶 恶心 这个人简直该死 你要是还想留在郡主府 还想隔三差五见见你那已经死去的主人 那你以后最好一根爪子都不要碰到他 否则 我还是会不停揍你 揍到你听话为止 记住了 下次再敢抱你主人的尸体 我便让姬无双 将你主人的尸体丢出去 让他在荒野里腐烂生躯 让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 吃到怕就好 现在吃到怕 以后就怪了 我会在荒野里腐烂生躯